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療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療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想请你帮听众分享你的经验 这个症状可能大家未必经常听得到 但一般来说也未必容易检测出来 但一度出现问题的时候 整个严重性都很大 最近我们大康自然的医抗中心 我知道你也有一位病人发生了这个问题 找你诊治 这个就是疑腺炎 疑脏的疑腺发炎 我相信大家听到可能会认识 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性质?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出现了一个朋友 十多年前 他当初觉得胃部不舒服 去诊治 甚至入医院抽血 只不过是股胃不息 疑脱了很久 也是不舒服 也不能跟着问题 最终被他找到另一位 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做详细检查后 说他是疑腺发炎 如果当下没有发现到他继续拖沃拉拉 就会发展到疑脏癌 疑脏癌一发现到疑脏癌 发现到疑脏癌 其实已经是尾期了 差不多很快就已经患了 我另一位朋友的姐夫 当初以为胃部不舒服 看了很多次医生 后来他觉得 没有理由 一般胃痛、胃病、肠胃炎 应该很快就会痊愈 整个长时间都不痊愈 入医院做一个再详细的检查 但一检查出来 就变成疑脏癌 一个月后已经过世了 所以这个病的问题 大家应该不要去忽略 不需要去请余医生 不如帮我们分享一下 究竟疑腺炎的症状 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去观察 留意 而在你的临床上有什么疗剂可以帮得到呢 OK 那个疑腺炎或者疑状发炎 英文叫Pancreatitis Pancreatitis 简单来说就是疑状的information 就是发炎 通常可能的成因 包括感染了胆汁 流入疑状的管 大家都知道 胆汁和疑状的管 病毒是粘在一起的 有时是粘在一起的 有时是分开 在十二指肠里 进入十二指肠 帮助消化 所以它们是很近的 往往这种疑腺炎 都是因为受了感染的胆汁 流入疑状的管道 有时是因为胆汁失去 令胆汁不能流畅 有时很多时候 胆汁和胆汁系统出现问题 也可能因为创伤 或者因为其他病 例如山榨栽 感冒 或者以前的天花 这些情况 导致的副作用 或者complication 在胰腺炎 通常有三类型出现 第一个是subacute pancreatitis 简单中文叫做 亚急性或者半急性 第二种一种 就是acute hemorrhagic pancreatitis 很明显的 就是急性的 出血性的疑腺炎 第三种就是慢性的疑腺炎 最近有一个病人 属于慢性 因为过去很多疑人 经常反复发作 先讲讲急性 急性出血性的疑腺炎 往往通常都是因为胆石的问题 导致管的出口失了 出现急性的疑腺炎 但这种疑腺管的疑腺炎 受了感染的疑腺炎 会引发疑腺炎的酵素 导致身体自己消化疑腺炎 出现出血 或者脂肪性的坏死 好了 表面症状是怎样呢 通常出现的时候 腹是很痛的 很严重的肚痛 可能有休克 这种急性的 脈搏会很快 很微弱 血压就会降低 四肢就会蒼白 冰冷 无汗 嘴唇当然是蒼白 有时候病人突然失去知觉 大量的呕吐 不断呕吐 最后你会发现 腹部出现很多蒼白斑块 肚部出现很痛 很敏感 腹肌是僵硬的 也发现有时候 腸的鱼动力是停顿了 好了 这种症状很多时候 会和另外一个 腸堵塞是容易混咬的 但是腸的胃壮炎 休克是比较严重 当然了 往往病人背景 过去可能有很多胆囊的问题 当然在小便那里 烤素方面 还有很多时候的糖尿 都会同时察觉到 烤素通常是emylase emylase是疱状的烤素 会升高了 这是我们简单做诊断的 另外一个是subacute 即是亚急性的疑线炎 和急性的疑线炎 有很多地方相似 但是发作是慢慢来的 通常不会休克 通常是比较温和的中度 或者高烧 最主要是胃窝是很痛的 触摸触痛的 而且腹部肌肉是僵硬的 很多时候这个症状 好像急性胆囊炎 通常我们在诊断方面 都是要靠血糖 尿糖有没有升度 或者酵素 emylase是靠这个的 来辨别它 会不会是急性胆囊炎呢 通常当这个症状好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腹部好像有一个肿块 当然要不断地发作 慢慢成为慢性 长期的疑线炎 长期的疑线炎 会导致疑线组织的疑线体 慢慢被破坏 也会出现纤维化和盖化 慢慢的疑线疑线会萎缩 会肥大了、硬化 疑线管也会出现膨胀 最后疑线功能衰退 疑线是一个很紧要的器官 会导致死亡 起因到底是怎样呢?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 当然有很多病人很明显是因为长期喝酒 这个比较容易找到的原因 但有一种慢性的疑状退化 很多时候是不痛的 这种通常在东非洲会常见到 这可能是蛋白质的营养问题 还有我们常见到腹甲状腺的抗份 hyperparathyroidism 有时候跟慢性的疑状炎有关 有时候有些家族性的问题 也会看到尿会出现蛋白尿的同时出现 慢性的疑状炎 临床的表现 这些慢性的疑状是不断出现严重的疑状 当然可能因为吃了一些蚊吃得太饱 或者喝酒 这种疑状会维持24-48小时 这种疑状是任何抗酸药物和嘔吐都帮不到的 突然之间疑状也很厉害 这种情况通常你躺平了就好些 这种感觉就比较舒服些 通常在胃窝的胸骨会开始痛 然后慢慢蔓延到腹部 甚至去到肩膀或者背部 也有时候伴有吐射 还有那些糞便是比较无色 或者是浅色 还有很多油脂的 有些油性的糞便 也有时候出现那些痛的药气 有时候在胰状的尾部出现问题 因为有时候出现这些药气是很不舒服的 在这种情况之后 病人通常就喜欢坐直 坐起床 或者向前挖 或者自己用身体的手肘 在膝头撑住 那种坐姿 向前挖的这种坐姿 通常腹部有触痛 但是没有什么腹膜 腹膜盐通常都没有 糞便通常会有浅色 还有会有糖尿出现 通常我们断症的时候 都会看到糞便有很多肥腻 很多脂肪 还有很多未曾经过消化的纤维 那种肉 有时候在 显微镜外看到 其实我们的胰状酵素 帮助我们消化的肉类 消化得不完整 还有很多时候 糖分 我们会做一个 Glucal tolerance test 糖分的尿糖内力测试 发现不是的 糖分有些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 原来是胰状炎 正如刚才所说 很多时候 它的症状不是那么明显 很多时候人们当作为为不适 早期 到最后慢慢 深入探讨 一发现原来是胰状炎 处理方面 一般来说 都是 不要吃那么多肥腻的东西 吃多些 减低脂肪 尽量吃清淡的 汤饮 蔬菜汁 蒸的蔬菜 连续去肥的饮食方法 有时候我们遇到当时的不适 也有些人用姜汁 或者姜粉来舒缓一下 最近有个病人就是这样来 过去很多年 试过无数次急性的 集击 每次他都知道是 慢性的疑性炎 但始终 治疗方面 西医都没有什么做得 没有什么 医疑切疑藏的工具 幸好在同一疗法 有很多这方面的临床经验 也留下很多资料 关于哪些疗剂 处理疑线炎很有帮助 我和大家简单介绍 几个简单的疗剂 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常用得着 那些相关的症状应该是怎样 第一种叫Iris vesicola 英文叫做Blue flag 中文叫做 变色妖尾 只要的语 变色妖尾 英文叫做Blue flag 拉丁文叫Iris vesicola 通常的症状就是酸 消化不良 作闷 吐 蛋汁增加了 和在胰床 吐出来的水 有一种甜甜的味 口水 好像有些油味的感觉 水汪汪的糞便 和吐出来的糞便 通常是 有些 未曾消化的脂肪 早上的症状会更加差 很多时候Iris vesicola 会有一种 头痛 肠胃不适 我们叫做Sick headache 有时会看到出现 这个疗剂 可以说是在过去经验经常用得着 第二种疗剂是癫 通常癫症的症状 通常是人们的夹抗症状 吃得多多得好 都是在销售 通常会吐 吐吐 还有大便有很多泡沫 当然因为有很多脂肪 当然胃窝的脂肪 通到背部 口就好像有泡沫 好像肥皈的味 肥皈的肥皈 腺肠的肥皈 还有大量的肚射 肥皈 通常是有些肥皈 通常肥皈和分辨有些脂肪 但是Iotum 癫症的症状 通常人们瘦得很厉害 吃得到 但是不断瘦 另外一个疗剂 我们叫做鱗 肥皈的肥皈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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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通常在急性的疑上出血性的疑腺炎是很用得着的 其他包括Argentine Nitricum 亚硝酸 通常是弱气弱得多和不断放肥 这是Argentine的主要症状 除此之外有其他 例如以前我用的消化酵素 Paxin是胃的消化液 Pancreatin 就是用同类疗法 将胰脏腺体的酵素成为疗剂 有时都会用这个处理 其他有些比如硫磺、水银、马前子都可以用 在同类疗法里面也有很多个案 是成功运用同类疗法处理得到的 坦白说如果这个病处理得不好 后来慢慢就会变成疑狀癌 疑狀癌的死亡率差不多接近百分之一百 多谢袁先生跟我们分享 最近有一个病人 我相信都市人在饮食、腸胃、压力之下 其实都没有经常出现问题 但希望大家如果真因正义 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地去检查清楚 不要粗粗地以为 好像腸胃不舒服 因为普通吃错的东西 或者吃滞了 或者胃疼、胃病之类 应该很快就会痊愈 但如果反复也是这样 就希望重复 甚至有些时候 你自己察觉到 我已经检点饮食等 也是这样 请大家仔细地去检查 找到真正的原因 找到对的疗剂去处理的方法 因为胰壮癌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在过往的历史上也是这样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查询提供的疗剂 或者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 6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最后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想上YouTube搜寻不自然料化与利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的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